深秋白霜酱,银杏叶而黄 银杏来自冰川记,被誉为金色活化石 银杏的叶子和果实都有很高的耀用价值 白霜酱,来把白果肠 白果鸡汤 白果有小毒,不适宜儿童或肝功能有损害的人群食用 去掉毒性最强的绿色胚芽部分 准备两只大鸡腿 剁成小块备用 将鸡肉和白果同时下锅 锅中加入清水 大火烧开后小火慢炖 双酱时节 饮食以滋润而继耗散 白果具有脸肺定喘,色精纸带的作用 可在秋冬时节进补食用 尤其适合一些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中老年人 但只能少量服用 物类香感致炎,银杏能醉人 银杏一次用量不能超过10克 再准备少许胡椒粉 小火炖煮半小时后加入胡椒粉 胡椒温中行气而能增香调味 是要食同源的香料 继续炖煮半小时 出锅前入盐调味 经过充分炖煮,白果毒性减弱 香喷喷的一碗鸡汤,温暖你的双酱 加硬香喷喷的一碗鸡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